那大概 大家看到 有幾個 要把外信室有幾個比較大的 新聞的事件 大家看到裡面 現在是高雄市 有2例 有2例 那這2例都跟他的人物的群聚 也都有 相關 那其中昨天傳出來在豐山某大樓社區 篩檢 那這裡面是有1例 那不過到我們現在知道 到這個時間之下 說這個例 這一例的 同住的家人 有2例 也是染疫了 那這2例還沒有列入暗號 就現在剛剛看到這 我們寫高雄市有2例 這2例都是跟人物群聚有關 那其中有一例是住在這個豐山某大樓 那今天到最近的這一例裡面 也知道 他在同住的家人有2位 還沒有列暗號的 是住在同一戶 那這裡面他之所以看他的一個 這時候做的也是很完全 他對於這個全棟裡面 全部的居民146人都列為居家隔離 那也好他PCR採驗也完畢 都陰性 那在他的這位相關的人員裡面 職場的 匡列 也有50名 那採檢了這PCR50名都陰性 那這裡面這50名有41名列為居家隔離的 對象 那周邊的商家也減了35人 那35人 都是陰性 那周邊的社區 那範圍就更外層了 他總共做了快篩245人 那245人 都是陰性 這個是做的 就是算是範圍很大 那之所以這樣做 是因為這個 這個14872 自動大樓的 他是住在3樓 那14872的7樓 有兩個案例 是統一 也是一家 就一戶 他是前陣子在人物的 人物的這個群聚裡面的案例 那等於是他一棟樓裡面 現在總共有5個 確診的案子 那有2戶 那列於棟大樓裡面的3樓跟7樓 不同的樓層 那有這樣的一個群聚的話 那擔憂在整個大樓都有相對的一個 風險 所以他把整個範圍做得很大 那另外好像對於社區 他有做環境的 採檢 那目前環境的採檢大概就是有35處 那35處的採檢都是陰性 那等到清銷完畢 他會再做一次 那確保這個環境的安全 讓這些居家隔離者如果在回到家園 的時候 是有一個比較乾淨 而且被清銷過 而且在被檢驗過的 一個環境